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涨了158点 收盘指数17585点 收复月线涨幅0.91% 不过成交量只有2936亿元 OTC的部分呢 也是开低走高 不过只有小涨了0.27点 涨幅0.12% 成交金额1040亿元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这个议题了 那么台北股市昨天的上涨 其实昨天亚洲股市都是红彤彤的 尤其像韩国大涨的幅度非常的高 那么反映的是美国股市的盘后 似乎出现了回稳了 然后呢整个亚洲市场就放心大胆的开低走高 那么欧洲股市其实也大涨 都超过两个百分点 但没想到美国股市开高 可是最后一个小时 今天凌晨我们在睡梦当中 突然之间的翻黑了 怎么看待 基本上其实昨天下跌算是两大因素所造成的 那最关键补刀那一刀呢 就是美国本土出现了Omicron的病例 当然只是一个首例了 然后是境外入境 那但它本身也打了两剂的疫苗 就是它是完整接种之后 突破性的感染 那就造成市场的恐慌 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说 整体来看的话特别像是稻穷 稻穷其实从高到低的话来回差达到1000点 所以是在最后尾盘的时候 下沙力道是非常强劲 那斯达克昨天的表现也相对疲弱 跌了将近两个百分点 那其实那斯达克的下跌 倒还不是直接跟Omicron在美国出现有关 其实是跟昨天同时也发布了和皮书 那和皮书 原则上 联准会的和皮书 联准会的和皮书 和皮书的内容原则是他就呼应了 前天晚上鲍尔在听证会当中的说法 就是必须要去承认 通膨不是暂时的 那同时鲍尔在那个 听证会当中的说法 也暗示甚至明示 就联准会会加速去缩减购债 那昨天鲍尔也有出来谈话 其实也提到也就是说 因应通膨胀的持续高涨 货币政策必须要做出回应 所以纳斯达克或是所谓的成长股的下跌 其实很大一个程度是反映 未来可能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调整 所以昨天来说它就是算是两大负面因素 同时出现 那这让市场是No way out 就是无处可去 就是假设 No way out 对 就是说 我可以在形容 假设呢 它只是因为担心货币政策的调整 但是经济的基本面 毕竟就是通膨增长 但同时昨天所公布的经济数据 还是相当正面 不管就ADP的数据 或是ISM知道一直都非常正面 那正常情况之下 应该在循环性股票 或者是其他通膨概念股 应该会有所支撑 但昨天就出现了Omicron 在美国境内发生的第一个案例之后 第一个病例之后呢 就冲击了这种循环性股票 或是所谓的经济循环股 通膨概念股 所以造成了昨天的美股呈现 几乎除了公用事业小幅 在频繁附近之外 其他几乎都中错 对 就是11个板块 只有公用事业这个板块 小幅度上涨 其他的10个板块 不管你是 这个属于景气循环的 原物料的 或者是科技成长的 通通下跌 是 这就是你形容的no way out 对 那相对来说 它就是昨天的避险情绪 很明显的提升 所以我们看到黄金的上涨 然后 呃 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其实是不省反降 理论上来说的话 昨天数据这么好 再加上说电人会的和皮书 透露出 其实是担忧通膨 是高于担忧经济成长 所以 整体来说的话 应该是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 应该是会推移成殖利率总成 但 昨天看到的是 公債价格的上涨 伴随了就是殖利率的下跌 所以短线上看起来的话 就是一个 呃 避险的趋势 或避险的情绪 非常高张 那但 整个短线啊 从上礼拜五到现在 其实美国股市也有出现一个 呃 比较 吊诡的趋势 前天晚上收盘之后 其实包围有出来做一些缓加啦 那也出 但也让了短线的一个 抢帽客 或是短线的一个很激进的投资人 去做一个 这个反手做多的现象 那 呃 上周五到礼拜一也是如此 上周五中错之后 礼拜一出现大涨 那现在来看的话应该 呃 起锅盘也是小幅收高 小幅开高 所以 呃 短线上来说的话 还是 投资人想要去做 极短线的操作的 情绪还在 哦 但 这样一个 两项搭配之下的话 就让昨天跟前天这两个 呃 市场的成交量是大幅的放大 嗯 但伴随了就是 呃 指数的 明显下挫 所以 就技术面围的话 反正是比较不利的状态 然后筹码凌乱 然后再加上说 整个在下跌过程中 很明显放量 那就大跌小涨 大跌小涨 是 而且 呃 目前来说的话 其实过去这一周 呃美股的跌幅是相当的快 也相当的重 嗯 那就S&P500的时候 它昨天收到4513点 那已经是跌破了50均线 哦 50均线4571点 嗯 从台湾的对比的话 有点类似 纪线的概念 嗯 那 接下来的话 大概就是100日 也就大概约略半年线的部分 大概4479点 大概也只有一个百分点 所以 短线上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关卡要去 要过 哦 那 除了说前面提到的 呃连转会可能会去做一些货币政策的调整 哦 之外 然后疫情 哦 新的病毒株再度的出现 那同时间呢 哦 其实 呃 市场没有去很关注的议题 其实来自于12月3号的 债务上前的议题 哦 不是解决了吗 我看到新闻说 好像快解决了 有 有这种说法 所以 他没有被拿来做讨论 做讨论 但是前一两个假日 其实 在10月上旬要到期的没有公债的价格 其实有很剧烈的波动 哦 所以还是存有一些不确定性 那当然 就合理的讨论啊 应该会压线的时候 丢出一些讯息出来 然后 然后就礼拜五的时候会丢出一些相关 相对比较正面的讯息 让这个议题被移植 但短言上来说 其实不确定性还是相当的高 那这样的不确定性呢 原则上应该会延续到12月中 也就是14、15号年中会的 下一次的FONC会议 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一周半之后 事实上 整个股市的信息 金融市场的信息 都会相对比较脆弱 但我认为啦 就是整个股市的下跌力道 也许不会像这两天这么那样的强 因为反应最举例的时候 应该已经拘留 应该已经反应完了 特别像昨天 其实就是一个 双重利空夹击的状况之下 所以它反应速度会相当的快 接下来应该就是等待联准会的 下一次的会议记录的讯息 然后再去做下一个阶段的一个操作衡量 所以接下来的10天的时间 应该就会呈现一个相对起来弱势 但是是一个弱势整理的格局 所以这一段期间的 美国股市的修正幅度非常的剧烈 两大利空 一个就是联准会的态度转音 然后另外一个 事实上这个不是等联准会的主席鲍尔 在美国国会的时候说 我们不能说通膨是暂时性的 这件事情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 从他被提名的记者会 所以大家就判断他已经转音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on chrome 这是短期因素 你觉得大概反映的差不多了 他进入了一个整理区 那接下来的10天就等待联准会 下一次的会议 12月15号 那但是中期的判断点 有哪一些因素要我们来观察呢 中期的重点当然还是 为什么联准会会转音嘛 那基本上看起来就是货币的派对即将要结束了 宽松货币的派对已经要结束了 那联准会很有可能是在明年年中 目前的市场预判应该是明年年中 就会做第一次的升息了 那这除了说利率市场反映之外 其实利率市场反映是常常是 随着新闻的news flow去做一些移动 但整个目前的相对起来市场公司已经很快速的移到 就是明年的可能六七月 六月或七月那两次的联准会议会议就会做 第一次升息的动作 那主要反映的还是通膨的压力 那给大家看几个数字 那或是一些图表 那YouTube的观众可以看得到 那第一张图表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是美国欧元区跟英国的一个核心通膨的CPI 就是核心消费者无价指数 所以原理上看起来其实不是只有美国来到了数十年来的高点 三十年来 欧元区是欧元区成立以来最高点 英国也是很快速的上扬 那所以整理上看起来的话 其实通膨的状况不是只有美国发生 而是在承受国家甚至新市场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看到美国其实是三十年新高 然后呢 这个欧元区呢 其实也是来到近三十年来的新高 然后英国的这个部分呢 是接近2011年当时的新高 所以都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新高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就必须要去做一些货币政策的引领 这是很理性的KBA预期 同一时间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 就是从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的话 的确经济的体质还算不差 所以他们有底气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基本上判断联准会去做加速缩减购债 然后甚至是把升息的时辰往前挪 是很合理的去预判 再加上说美国现在从上到下了 从行政单位到现在央行来看的话 都是以控制通膨当作首要目标 所以从政策考量 从基本面的考量 从通膨考量来说的话 其实都有升息 或是说去缩减货币政策的一个必要性存在 好 可是呢一边呢是这边通膨要升息 但是另外一边呢是疫情还没有结束 它随时可能产生经济上面的冲击影响 刚刚这个议庭所说的几乎no way out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资金比较好的在通膨时代的避风港 我觉得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信 在我们现场的是康河投股总经理 黄逸廷黄总经理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所以逸廷你刚刚告诉我们看到的就是 你从美国欧元区跟英国 他们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都已经来到了10年20年30年的新高 你就会知道说各国的央行 他这时候的政策是必要紧缩不可 因为没办法 这个是整个的政治焦点 可能就是放在如何的抑制通货膨胀 因此货币的宽松party 确定应该要结束了 现在呢整个鸡尾酒呢 是一盘一盘的正准备要拿走 接下来就要开针了 对啊不再大量的送进来了 而是呢开始紧缩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到底要怎么去寻找对的避风港 基本上短线上当然市场关心的焦点 除了电准会转向 另外就是新的病毒株 但我的判断或者是我认为 其实Omicron这个病毒株 它的冲击也许会小于Delta 虽然说它当然数据还有待去验诊 但是目前初步的一个评估来说 就是它传了一抢 但是它的一个重症的几率不高 然后如果有施打疫苗之后的话 出现真正很严重重症的可能性也不高 那至少在西方国家 其实它的疫苗施打率都到一定的水准 所以造成全面性的一个经济 重新封锁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但是短线市场当然就是会影响市场的情绪 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相对起来 有一些施打率偏低的国家 特别是新市场国家 它的冲击就会比较大 所以两者就是说一样的一个病毒株 对于成全国家跟新市场的冲击 也许它分化就会越来越明显 当然这也不可能让成全国家完全的自身于市外 因为很多新市场还是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制造端 所以也许真的会如同鲍威尔所提到 就是新的病毒株出现会加重通膨的因素 所以你同意这个新疫情 不管它有没有抑制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事项 但是通膨可能反而会被加剧 而并不是被压抑 不是被压抑 短线上当然我们看到油价的下跌 但如果真的如前面所提到的 这种演变方法或演变的路径 就是说成全国家 它不打算去做经济的封锁 然后内部的需求还是存在的话 但是呢 新市场的供应链就如同Delta病毒株 在七八月爆发的时候 其实就造成了东协国家很大的一个供应链短缺 那就会加重供应链瓶颈的问题 使得成全国的通膨继续的居高不下 那这就会形成另外一个负面的压抑 就是央行 可能真的必须要去做更严格的 或是更紧的一个货币回收的动作 那这对金融市场就会不利 但短线上来看的话 就极短线而言 第一个毕竟杀得这么重 第二个 当然现在就是在联组会做一个货币政策 可能转向的一个阶段 市场的信心会比较脆弱 但即使是苏年货带 还是在供给货币的水量 那也还没有真正做生息 所以未来这半年应该还是呈现一个相对起来 比较震荡幅度加剧 但还不至于出现空头 毕竟基本面看起来是良好 是正面的 所以未来半年你的判断是震荡 但不至于导致大跌 基本上就是看大跌的定义嘛 就进入空头就是从高点跌两层 两层 对对对 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但是从高点回档5到10% 甚至略高于10%的可能性是存在 所以5到20%之间 如果我会把10%当作一个 分水灵 我觉得可能从高点回档10%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另外一张图也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让大家稍微安心一点 就是如果冲锋 如果生息的话市场的状态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对照上一次的一个联准会去做货币政策调整的阶段 那手边的这张图呢 有几条线给大家做参考 那橘色的线呢 其实就是联准会的FED的Fed Fund Rate 就是Target Rate 就是它的政策的目标利率 那当然往上就是升息往下降息 那现在就是一个历史最低的水准 大家看图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那绿色的线呢 就是联准会的总资产 那其实就是 你就可以想象出它是QE买进来的一个债券的量 就它释放出来的资金有多少 已经八兆多了 对非常非常的大 那可以看到说在2015年的那段时间 就是第一次上一次第一次升息之前的那几乎一整年 其实美股没有出现大跌 但是呢美股就呈现一个高档震荡 那有一些的讯息出来的时候 它会出现比较剧烈的震荡 那第一次升息之后呢 其实纳斯达克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荡 大概就第一次升息之后 就去2015年的12月第一次升息之后的三个月 那斯达克大概回荡了大概10%左右 所以我会把10%当作一个衡量的一个参考点的 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做参考 那但是由于这一次或是说未来这半年 其实不管就景气或是说企业的获利的预期 还是相对正面 所以基本上如果真的出现10% 甚至更深的一个回荡的话 即使面对互必证证的调整 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投资人说 是可以去做一些逢低布局的动作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现在当然分两部分 一个是如果我已经满手投资了 百分之百的投资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那另外一种就是呢 其实我可能有大笔的资金 我现在要投资 你的建议又会如何 如果是满手的部位的话 因为其实也算刚开始跌了 虽然说跌得很快 已经破了五十字线 但也许可以去有反弹的时候 稍微做一些减码的动作 因为之后的震荡还会是会比较大 所以保留或是说趁反弹去 不用全部减码 但是去减码一些部位出来 让后续的操作空间有更灵活的操作空间 是相对比较合理的操作状态 那如果是空手者的话 当然就是逢回党去做一个买进 那从今年以来 美股的一个走势经验来说 大概是半年线 就是100日均线附近 会是一个不错的进场点 那其实离现在S&P500的点位 也非常接近 大概就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短线上在重挫百分之一的话 也许空手者可以做第一次的进场 那至于进场什么样的一个标的 我们其实这一波就从上周五到现在为止的话 其实杀最急的除了说成长股科技股之外 循环性股票表现也是相对弱势 非常弱势的 应该说非常弱势 像是一些旅游相关的股票 受到Omicron的影响 其实根本就是爱红遍野 那油价的下跌 也让能源类股出现一个重挫 那我觉得能源类股是可以去读一下 今天晚上OPEC的会议 就是说拜登事述的赞美股 应该会不增产 应该不增产 应该不增产 或者甚至是有一些跟拜登去做反面的一个动作出现 而且疫情的再次的阳起 又让他们有一个缩嘴的理由 可以去做反面的动作 所以也许油价跌到这个价位 是可以去参考 或是可以去思考是不是一个相对逢低不绝的状况 因为我们看到的基本面状态 其实是还相对理想 所以对能源的需求还是存在 所以供给面如果 虽然是美国四处的战备储有 但是如果OPEC Plus并没有做一个产产 甚至是降低它的增产量的话 其实对于供需状况的重新的rebalance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正面的状况 好 所以这些是提供给大家在应对未来的震荡的时候 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 在这个时候 不要到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投资上面 no way out 就不知道到底要投资到哪一个领域了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 康额头股总经理黄逸婷 要非常谢谢大家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帮你们做节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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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